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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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实上的话 你应该讲的神经病 通常指的可能是一些 比较是思觉失调 就是过去叫精神分裂 现在叫思觉失调 那这个刚才前面 我有跟各位来宾报告过说 因为那个真的在 我们门诊的个案 大概只占一层 然后躁郁症 躁郁症跟忧郁症 我们前面有一张slide 有跟各位报告过说 其实躁郁症就是 也有躁也有愈 然后那个忧郁症就是 这辈子每一次发病都是愈 那躁郁症的人的忧郁的时候 也跟我们忧郁症 看起来是很类似的 但是治疗的用药 躁郁症的话的用药 跟忧郁症的用药 会不一样 你不得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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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